主播说联播 今天我来说 这两天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调研 就在今天上午 总书记专门主持召开了一个重要的座谈会 深入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座谈会 总书记强调 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重大突破 在中国式现代化中更好发挥引领示范作用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 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 在五年前的首届进博会上 总书记宣布 将支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 并上升为国家战略 五年来 长三角地区仅扣一体化和高质量 这两个关键词 不断发挥先行探路 引领示范 辐射带动等作用 人们看到轨道上的长三角跑出加速度 一卡通模式通畅人心 蓝天保卫战战国喜人等等 在座谈会上 总书记就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 那具体来说呢 就是长三角区域要加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 跨区域协同 要加快完善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 要积极推进高层次协同开放 要加强生态环境共保联制 要着力提升安全发展能力 长三角地区是我国经济发展最活跃 开放程度最高 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 落实总书记提出的重要要求 就要把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放到国家的发展大局当中 去定位和思考 放到引领带动全国高质量发展中去布局谋划 发挥好经济增长及发展动力源改革试验田的作用 更好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 风从海上来朝涌长三角 总书记指出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不是一日之功 我们既要有历史耐心 又要有指争朝夕的紧迫感 谋划长远 干在当下 共会一幅图 共下一盘棋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将取得更大的突破 在中国式现代化中发挥更大作用